这个男人为了得到妻子的财产 竟联合黑帮老大绑架自己的妻子 黑帮老大持枪威胁小池签了财产管理协议 小池刚签完字就被手下迷晕过去 当小池再次醒来时 他已经出现在医院 警察也来到医院调查 小池将自己被丈夫和黑帮绑架的事实说出来时 两个警察却坚持并没有此事 小池明白这两人也被贿赂了 这时牛排文讯赶来 却被黑帮老大的手下拦在了病房之外 为了能顺利地拿到小池母亲的财产 他们对小池实施了24小时监控 不久后 当一个手下憋不住了要去洗手间时 小池趁着机会偷偷地跑了出去 小池跑到一栋病床之间躲了起来 刚好被在楼下等待机会的牛排发现 牛排将小池带上车 然后就准备带着小池回去收拾衣服 就在小池收拾东西时 了解却突然跑进来 让小池接她丈夫打来的电话 了解竟然蠢到将小池回来的事情告诉了她 小池此刻真的很无语 表姐将手机递给小池后就离开了 电话中 丈夫请求小池原谅她 并且将表姐的恶行告诉了她 小池这才清醒过来 自己经历的这一切都有表姐一份 而另一面 表姐正在客厅内假装无辜 她抱着牛排想要获取一丝怜悯 祈求牛排带着她一起走 可就在这时 小池走出来 她揭露了表姐谋害自己 将绑匪带进家里的罪行 但表姐却说自己已经30多岁 受不住寂寞的她和小鲜肉羞羞时 被人拍下不雅视频 才做出这样的事情 认为自己情有可原 牛排原本看着表姐是她前女友的份上 一直相信她 但这一次牛排也不愿意再信这种人 带着小池就离开了 为了安全 牛排把小池带到了自己的老家 为了守护小池 她拿着散弹枪 守候在一楼客厅为小池值班